本來我以為今天要做的片 只不過是車路士的蔡侯萍 以及要預測 關於曼聯和熱刺的竹種杯四強姐 但是我又好壞不壞壞壞 早上又跑去看電影 看完電影之後又覺得有話想說 做了一個是挑戰者一號的影評 做完之後就打算可以做足球的節目 誰知道 這個混家突然之間宣佈了好消息 大團圓結果 我又要趕快錄一條短短的片 去懷念一下 同時跟大家說 有混家的專輯 遲些會做得到 結果搞呀搞呀搞到現在 真是晚了 不過都不要緊 現在才跟大家說 就是接下來這個週末 最矚目的賽事 絕對是曼聯隊熱刺 竹種杯四強 好了 事不宜遲 先說 一些背景 說到背景 當然就是會包括基本的體能 以及用的球場 熱刺 理論上 在週中的英超 拼搏到最後 拼搏的指數 一定是高於曼聯 因為 這個熱刺 搏到最後 還是要打和 但是曼聯 叫做差不多 整場賽事 接近 都叫做領先 最後的20分鐘 是領先兩球 付出的體能 曼聯當然 沒有那麼多 不過 幸好 熱刺 叫做多一天時間 休息 加上 去到 四強 用的球場 就會是 溫暴來球場 足種杯通常都是這個慣性 結果我們會發現 溫暴來球場來說 熱刺會比較熟悉 所以基本上在背景上 大家 不相伯仲 而且熱刺 還叫做有半個主場之利 好了 跟著我們就講講往績 今季他們試過有兩次對碰 很正常 因為英超怎麼都要打兩次 兩次都很有趣的 兩場的英超對碰 大家都是用相同的戰術去對壘的 手循環的奧脫幅比賽 大家用三中堅 當時哈里簡尼受了傷 是上不了陣 熱刺就在反擊的鐵三角那裡 被迫出了一個正三角形的結構 這個是敏大仁 迪利艾利 艾力臣 這樣 沒有反擊速度 結果 因為他慢了進攻 拖慢了之餘 入了主攻陷阱 相反 曼聯的反擊鐵三角 是杜三角形 MK仔 福仔 努卡古 曼聯的基礎 在那場的賽事上 前面比較優勝 結果那場的賽事曼聯是小勝一顆 去到第2個循環 去到溫布萊的比賽 大家竟然用了相同的 主攻陣式 四個進攻點 熱刺就出了四大金剛 而曼聯就用了 連加特做主角 左邊生齊視 右邊就是 馬斯亞馬仔 前面就是 努卡古 大家都出盡力 去壓迫 打來回高速球 還有少少針對攻的意味 那場的賽事 結果 一去到 鬥級數的情況下 連加特比下去 其餘的球員 都算是平手 曼聯都因為 山齊視 初初來到 還未建立到密契套路 所以那場的賽事 基本上熱刺 都是叫做佔優 加上基本的體能 和這個運轉力速率 都是熱刺好一點 所以那場的賽事 就熱刺贏球 雖然那場的賽事 熱刺沒有錯 一開球 就有些運氣 率先 打開記錄 開球不足一分鐘 就領先 不過 其後的針對攻過程當中 曼聯真是輸了 進攻級數 所以 摩連盧 絕對不可以 重蹈覆轍 還應該 要在針對性部署上 下一些苦工 希望曼聯 不要四大街空 在這裏 我們先由 摩連盧的角度出發 作為教練 在這次的比賽 準備上 在思想博弈的過程上 高 會想些什麼呢 摩連盧 他想回之前 兩場的賽事之後 他一定會 得出一個 總結的 就是對著 熱刺 最好的方法 始終都是好似 在 奧脫福那場 首循環 引他們入 主攻陷阱 熱刺空球 在腳 壓上去的話 曼聯才可以 施展到 針對性的部署 例如 針對熱刺後面 兩個計時炸彈 例如 奧利耶 或者 山齊斯 如果他們不上陣 但是 還有一個炸彈的 叫做羅列斯 他們三個 其實都很害怕反擊 要跑回後面的話 那兩個後衛會經常爆炸 另外羅列斯 真的經常 都會有出刑時間 失準的 問題 所以曼聯 其實一定要 考慮打 穩守反擊 一定不可以 放太多的 進攻點 看回 上一場英超 他們休息了的 球員 有 盧卡古 山齊斯 這些人應該 很明顯會正選 這些人可以打反擊 但是另外 還有一個人休息了的 叫馬達 馬達 就不可以打反擊 所以如果 三個進攻點 是 盧卡古 和 山齊斯 加上馬達 就會重複 對著西維爾失敗的經驗 正三角形 還要沒有速度 沒有反擊能力 所以我認為 馬達這場的賽事 都不太適合上陣 除非你玩到 針對性部署 好像對著利物浦 叫盧卡古 禁區頂 對出 十馬的位置 升起 欺凌對手最弱的中堅 再找三個進攻點 包了整個球場 左中右 盡快撿到 盧卡古的異傳 堆入禁區 第1個循環 對著熱刺 其實都是 類似用 盧卡古 屈頭鎚 迪基亞 斬上去 希望 簡單直接 去做一個 屈機 或者叫做 針對性部署 出來 不過其實當時 那場的賽事來講 這樣做 都是 成功過 一次 而那場對熱刺 都是用三個進攻點 絕對 就不是 好像對著利物浦 用到四個進攻點 反而 三個進攻點 曼聯 那場 就是 基礎是正確的 始終 他們都是能夠有多些人可以防守 但是你會問 為什麼對著利物浦 用到四個進攻點 都是會成功呢 照計利物浦和熱刺 同樣 那麼有這個體能 同樣都可以瘋狂壓迫 為什麼那場的賽事 曼聯 又不怕 是不夠防守力 被利物浦反擊呢 那個 思想的過程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因為摩連勞 他真是看到利物浦 這個中堅那個位 太過弱了 實在太有信心了 一開頭 開兩三槍 就可以打中利物浦一槍換槍了 所以呢 他就用增加進攻點的方法去確保 一開頭開的槍一定要中 中的話 他們可以領先 一開頭領先的話 其實之後 就全面可以玩鐵桶 那場賽事就是這樣的 到時呢 所有進攻點 都會站在後邊 基本的防守問題 就得以解決 所以最主要的關鍵呢 就是 雙鴻匯的時候 摩連勞 他是非常之有信心 可以 很快 就開兩槍 打到利物浦了 所以呢 是要看回摩連勞 究竟 對這個 針對性部署 有幾態的 信心 可以一組零線 我覺得啦 熱刺這方面呢 真是沒有利物浦那麼差的 這個曼聯 怎樣開槍都未必那麼容易 或者那麼快會中 即是你未必可以確保 一定可以一開頭就可以領先 這樣的話呢 有一大場的比賽呢 你要打都要考慮 攻守平衡的位置 那所以呢 進攻點的數量呢 一定不可以太多 那結果我就會 認為啦 曼聯的最佳取態 都是三個進攻點啦 4-3-3 或者叫做4-3-1-2 那無論 熱刺用幾多個 進攻點都好呢 曼聯都是要盡力嘗試 引他們入 主攻陷阱的 不過啦 始終都是不建議用馬達 如果有馬達打反擊呢 那半場是0比0的機會就極了 高了 那入到波機會是很低的嘛 反擊不了的嘛 那所以呢 要用一些有速度的 球員去打 穩守反擊的 例如用回 馬仔呀 福仔他們啦 那如果成功呢 是引導這個熱刺 進入主攻陷阱的話呢 比賽都會介乎於 就是打禍 和曼聯小勝一球之間的 除非呢 就是熱刺太有運氣啦 那所以反過來 熱刺一定就不可以進入主攻陷阱啦 避免 進入主攻陷阱的方法 當然就是減少進攻點啦 不過我都明白的 很難可以去到四強有藉口 不給四大金剛呢 就是打正選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就一定要同回呢 就是這個 普世天奴講啦 或者就是 熱刺的球員講 千萬不要 重吐覆刺 千萬不要呢 就好像對著曼城那樣 就艾力神真的站了上去做進攻點啦 一定要好像呢 就是對著車路士 果常賽事那樣呢 艾力神退後翻一格 打這個中場中呢 超級連結人的位置 給迪利 艾利 去支援前面的 敏大人 跟哈利監來形成過 杜三角形的 反擊戰陣的 那如果這樣打高速來回球的話呢 實力真是不相伯仲啦 那我計算了呢 就是整體的行軍速度 體能運轉力呢 就熱刺輕微 被看高一點點啦 那所以艾力神一定要呢 就是記得 退後一格喔 那除非呢 大家都是四角進攻點 那熱刺呢 就或者可以給艾力神 都是退上一格進攻一點啦 那因為呢 曼聯一定沒有曼城 那麼有連結能力的 那所以曼聯呢 是不會得到 好像呢 就是曼城猜過了中場線之後 有的優勢呀 所以到最後呢 如果是大家都四角進攻點的話 比賽始終都是會 成為回來回高速球 那只不過呢 就是一個比較快分勝負的來回高速球呢 那還有一點點針對攻的味道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情況就會好似英超 就是要次循環在溫布萊打那場賽事 這樣子的啦 所以呢 這個曼聯用這個廉加達 還是馬達都好 熱刺都可以贏速度 或者贏運轉力 或者贏這個級數的 那如果曼聯用馬達四個進攻點呢 那這個熱刺就贏了運轉力 那如果曼聯用廉加達四個進攻點呢 那就贏了級數啦 那所以大家都是 四個進攻點的話呢 就會比較看好熱刺 除非曼聯太好運啦 那如果大家都是三中堅又會怎樣呢 那我相信呢 如果大家都三中堅就會 大家都是三個進攻點啦 那看一下哪一個呢 意外搞了個正三角形出來啦 如果真是正三角形呢 那邊就下風啦 那道三角形呢就會贏正三角形的 那怎樣解呢 就是正三角形 或者道三角形很快這樣講一講呢 那就是 馬達山齊士勞卡古就是正三角形啦 兩個主角一個前鋒 這個呢就是迪利艾利艾力臣 敏大人 那就是正三角形啦 道三角形反過來 一個呢就是超級連結人前面 兩個有速度的前鋒 就這麼簡單啦 那如果呢 大家都是正三角形又會怎樣呢 大家都是正三角形的話呢 其實熱刺 都是好少少 因為呢 萬聯是正三角形的話呢 一定是有馬達啦 那因為馬達呢 就不適合打這個呢 就來回高速球比賽品種的 那熱刺班人呢 就年輕一點 所以就適合打一點的 所以熱刺好一點的 那如果大家都做適合啦 大家都是倒三角形又會怎樣呢 那就要計算一下 那盧卡古呢就差過這個呢 就哈利簡尼少少把握力啦 那馬仔呀福仔他們呢 就差敏大人少少呢 就是整體意識 那不過呢 山齊士的超級連結人的能力呢 就好過 迪利艾利很多啊 那這裏呢就進攻上高 拉上補下實力差不幾 那不過啦 整體的運轉力 體能 速度呢 就熱刺好一點啊 那所以如果呢 就熱刺不進入主攻陷阱 一心同這個 曼聯打內回高速球的話呢 就熱刺會有先天性的優勢啊 那所以如果這樣的話呢 摩連盧呢 都要用回一些針對性的部署 平衡回熱刺那邊的 先天性優勢的 那至於 是什麼 針對性部署呢 我都講過啦 以我級數呢 就未必猜得到的 那到時看看摩連盧表演啦 那剛剛所講的呢 就是大家都用相同的戰術陣式啊 那但是啦 如果大家用不同的陣式去對的話 又會怎樣的呢 那首先啦 如果是 四個進攻點 對三個進攻點呢 就三個進攻點那邊有優勢啦 因為四個進攻點會入主攻陷阱啦 三個進攻點打反擊就對了啦 那因為呢 四個進攻點來講呢 曼聯和熱刺呢 他們本身都是沒有主攻力的 今季看到了的啦 那所以一定呢 就入這個主攻陷阱的啦 那我相信啦 這件事發生機會就很低的 即是 講緊呢 就是足總盃四強的啦 一場過那麼重要的賽事 沒有理由呢 那麼快擺大過頭的 通常都是會 穩陣閒先的機會大很多啦 那所以應該就不會呢 就是 就是 有四個進攻點的機會出現的 其實 我經常都在想啦 這場的賽事應該大家都是先擺三個進攻點啦 那至於呢 怎樣辨認熱刺呢 究竟是多少個進攻點的呢 那你留意回啦 如果 艾力辰的位置 好像對著曼城那場賽事的樣子 站得很前的話呢 就歸納他為四個進攻點 那如果他的位置好像對著 車路士那場賽事的樣子 他退後一架打中場中呢 那就叫做三個進攻點的 那去到最後啦 摩連盧當然有本錢呢 就是拍大巴的 那通常呢 賽事也都會有機會啦 會去到最後呢 互射十二碼的 因為如果呢 萬聯拍大巴的話 熱刺 就算入主攻陷阱都好呢 萬聯都 反擊不了的 那真是呢 是想著 跟他們零比零到尾的 如果這樣的話 當然呢 萬聯會不失波啦 但是呢 長波呢 真是好鬼悶的 那當然就是不希望 有這樣的事啦 那最後呢 都還有一個可能性的就是 大家 都是用錯了呢 就是配搭 就是 四個進攻點的萬聯 對著 正三角形的熱刺 或者呢 就是四個進攻點的熱刺 對著正三角形的萬聯 這樣的話呢 其實進不到波的機會呢 都是好大 除非呢 隨便一邊有些運氣啦 好啦 好啦 這裡呢 呼籲大家幫手 Click一下廣告 按呀 廣告彈過廣告視窗出來的 因為這樣做的話 除了可以鼓勵小弟 繼續專注做這個頻道之餘 大家可以繼續免費看片聽片 以及可以 可以試一下協助 小弟追夢 達成這個夢想 用這個興趣做為職業 好啦 我留意到很多朋友都是用手機去看我的片 大家記得 就是 在這個片的下面有廣告 大家記得在手機上 按個廣告 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可以鼓勵到小弟 另外 就是用電腦看片的朋友 留意片的內邊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都有廣告 記得用電腦Click一下 另外 無論用電腦 還是手機都好 YouTube都會事不事插入一段片的廣告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裏面 找廣告link Click一下 按一下 如果用這個電腦看的話 廣告link會出現在片的左下角 用手機看的話 廣告link會出現在片的右上角 下角 明天會補回車路士的蔡侯瓶 拜拜